4月10日 包括亚洲 非洲 欧洲和拉美地区的19名驻华大使 7名临时代办 4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以及海地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在内的31位驻华使节 结束了为期三天的四川行 在川期间 驻华使节们深入体验了丰富的传统飞仪项目 参访三星堆博物馆和都江宴 品物历史文化之美 到访成都清白江国际铁路港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参加四川企业推介会 感受经济发展脉搏 走进成都市皮都区战骑村 欣赏新农村幸福生活画卷 还前往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宴基地 与憨态可居的大熊猫相遇 在成都召开的四川企业推介会上 驻华使节们对盗会企业代表频频发问 期待所在国与四川在农业 科技 清洁能源等各领域的合作开花结果 在水平的颜色上是最重要的现在 现在最重要的一切 我认为现在水平的颜色 和中国的技术 在水平的颜色上是非常多的 和可能比较比较高的 这一年是特别的 因为现在20年代的中国和华监独共同志 在三星堆博物馆 驻华使节目被造型各异的文物所震撼 不停按下快门记录下眼前所见 还与同样来参观的中国学生们热情互动 巴哈马驻华大使波莱特·贝瑟尔在参观后表示 中国在寻找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付出的努力 非常鼓舞人心 在战棋村 在战棋村 驻华使节一行漫步宽敞的村道 品尝村民自制的卤豆干 萝卜干和花生酥 了解唐昌布协制作流程 在体验正宗四川乡村生活的同时 深入了解村庄产业发展模式 我们在旅行出道 我们书到什么地方可以看到 李农党和领誉的议划 将归来看 我们听听 我们聪明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证换 四川的乡村产业发展得非常不错 对于几内亚笔绍来说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也希望能派更多的技术人员 到四川进行培训 学习这里乡村产业发展的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